请合掌 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地藏菩萨本愿经习讲 尊敬的罪统修 罪护法 大家晚安 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 把这些地藏菩萨 百愿经的经体的内容 作为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上一次已经为大家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的百愿 地藏菩萨的本愿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终身度尽了 方任菩提 就是说我步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从这个愿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菩萨的精神的慈悲 到了极端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地藏菩萨 为什么地藏菩萨要发这个愿呢 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众生 受苦受难 饱受折磨 所以发这个愿 把地狱的众生能够救上来 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了 得生净土 所以在我们佛经里面呢 地藏菩萨 就是在佛门里面啊 称为地藏王菩萨 称为什么呢 叫做幽冥法界的教主 幽冥是指第一 所以很多人呢 在这个地方啊 看到这段经文呢 有一个很严重的误解 是不是我要发愿 到幽冥界去呢 是不是我要发愿 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到地狱去度众生吗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的 那首先我们现在要了解 什么叫做幽冥法界 幽冥法界呢 是指说我们在这个 生活的环境呢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资讯 就是说你要放下 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 你的内心的怨恨 你的内心的贪念 你的内心的欲望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 你行善的时候也不需要表扬 默默的认真去努力去做 舍离远离一切的民文利养 这个叫做幽冥的法界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从这个幽冥的名称 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教育 什么教育呢 就是说地藏王菩萨 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把这些烦恨放下 你要把你的贪嗔痴慢放下 你要把这个民文利养放下 你要把这个自私自利放下 这是提醒我们这个道理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特别是学佛的人 这一生要了生死出三界的 所以地藏王菩萨 在我们佛门里面称为他 叫做永坐幽冥教主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来效仿 我们来学习 所以很多人 有时候会问我 说师父 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为什么真的不可思议的呢 为什么地藏菩萨的愿力这么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都是在专出 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出现在无佛的时代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地藏王菩萨 无论到哪一个法界 无论到哪一个世界 都是出现在无佛的时代 无佛的时代 等于就是说佛 我们所讲的末法的时代 不是正法的时代 四将莫里佛出现在印度 这个叫做什么 正法的时代 但是地藏王菩萨 无论到哪一个世界 都是出现在无佛的时代 没有佛的时代 你想一想 在这个末法时代 众生 罪业很重 业障很重 习气很重 顽固刚强 非常难度的时代 你想一想 在这个时代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都是出现在帮助这类的众生 让这类的众生 能够成菩提道上 最主要的 能够离苦得了 你想一想 在这个时代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不断地都在帮助我们一些众生 所以称为他愿力 在这个菩萨当中 可以说愿力最大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特别对于我们念佛的人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界的世界 地藏王菩萨 愿力不可思议的 精神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首先 为什么主事大德先 叫我们到西方界的世界 先到 阿弥陀佛 亲近阿弥陀佛 为什么 就是叫我们先跟阿弥陀佛 写本领 写本领 去成就自己 去成佛 你有这个能力了 因为我们在西方界的世界 成佛很快 再加上阿弥陀佛 为我们保证 一切众生 无论 从哪一个世界 只要到西方界的世界 一切众生都能够 证得阿诺多罗上 这个在四十八月里面 阿弥陀佛明确的告诉我们 在第四二月 大家都知道 当你有这个本领呢 你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去度无量无病的苦难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现广升西方界的世界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的 这样的愿 我到西方世界去了 去了之后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本领 赶紧回来 像地藏菩萨一样那样慈悲 那样的精神 去释放法界 释放世界 去广度苦难的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值得来学习的 这个就是上一次简单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给大家说明 所以在我们的主师大德里面 上一次有给大家讲偶一大事 我们看下面 偶一大事就是这样发愿的 偶一大事先发愿到西方界的世界 但是他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恭敬 也是赞叹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也发愿学地藏菩萨的本院 就是有能力了毁入十方 地狱之中 毁入恶道之中 救度苦难的众生 这个就是偶一大事 他在世的时候 有这样的精神建立在 他念佛上 发愿求生西方界的世界的精神 但是不仅仅是偶一大事 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的 其实一切菩萨也是有这样的精神 所以这个的本院呢 就是讲我们地藏菩萨的本院 其实都是我们众生的本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信本来是具有的 我们自信里面本来是具有的 有这样的精神 有这样的慈悲 有这样的愿力 有这样的关怀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样的 自信本来具有的 我们的自信都是跟地藏王菩萨相应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最终的目的 要建立在哪里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在这个地方修行 在这个地方我们具备一处 来听经来文法来诵经来念佛 我们的目的建立在哪里呢 都是要为普渡一些众生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我要建立在哪里 我将来成就 我要来普渡一些众生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到西方解释世界 不是去享福的 不是去享受的 去学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去学阿弥陀佛的本领的能力 将来到这个世界毁入十方 去救度一切众生 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建立在这种的精神 你相信我 如果大家能够建立在这样的精神念佛上 你那个成就很快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狂风大浪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你都能够见得起考验 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不会容易动摇 你不会容易退转 为什么 因为你的建立在你的精神 都是以众生而利益的 这样的精神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呢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会退传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会阑珊 因为我们所建立的愿力 它不是真正从你的自信流露 真正流露出来的 所以一到很多境界的时候 我们容易容易退传 进不许这样的考验 容易造业 都是这个愿意 所以这个愿我们很想念 所以这个愿 就是指地藏菩萨的本愿 是一切诸佛 是一切菩萨 一成之愿也是一切众生 自信本有之愿的 我们本来都有的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指下这个长班 要了解这个道理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 正在修行的人很少 今天我们所讲的 讲道的人很多 真正悟道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菩提心开显出来 把我们这个慈悲心开显出来 把一切众生开显出来 把你的自喜 这些自私自利的慢慢的去放下 去化解 你有这个能力了 赶快去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学佛当中 所以学佛当中 菩提心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可惜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很可惜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迷失了 你这个本院本来具有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无法能够开显出来 所以啊 本来是愿意的 本来是愿意的 你的自信里面本来就是这个 像地藏王菩萨 像欧威大师 像释迦牟尼佛 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愿力 那一种慈悲 本来具有本来具处的 现在变成什么 不大愿意了 地藏王菩萨的本院到我们这里 变成什么 变成本不愿啊 本来是本愿嘛 没想到这么伟大的一种誓愿 这么伟大的 所讲的本愿 到了我们这边 天天读经 天天念佛 本来我们所讲的本愿 现在变成本不愿 对帮助的众生不大情愿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 众生很难度啊 不容易度 不但啊 他不会感谢你哦 甚至也有来伤害你 很多人有这样的 所以啊 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的 一个人啊 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呢 他这个人福报大还是小 是看他的什么呢 看他的心量啊 如果他的心量越大 他的那个福报越大 如果他的心量越小 他的那个福报就越小了 那今天你看看你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量 我们的心量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的心量是心胸狭窄的 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啊 喜欢跟人家针对的 又再加上在这个生活上 又吝啬 不肯帮助别人 那你想一想 你的来势会比这次好吗 可能会比这次更糟糕 为什么呢 首先 你不开这个三恶道 特别的会堕落在哪里 堕落在恶鬼道 就算我们得人生了 你这个人生不是贫困都是下践的 所以啊 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你要把那个心量 跟什么样一样 跟这个大地一样 跟像地藏王菩萨那样的心量 继续空变法界 一切终生 都是跟我一样的 都是跟我一体的 都是跟我自己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我们这种的心量 你讲一讲 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还会有敌人吗 不会 你还会有一种厌恶的心吗 不会 你还会有一种不高兴的心吗 不会 你还会有一种讨厌的心吗 也不会 为什么 一切终生都是跟你一样的 你怎么能够伤害这些终生呢 所以 本来 是有的 现在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 这个都是靠自己的功夫 道理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做呢 所以地藏王菩萨 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要借这一次的因缘 借助这一次学习的因缘 把我们那个障碍赶快捎除 赶快划除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地藏菩萨的本愿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毛病 什么样的毛病呢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贪嗔是慢语 统统赶快把它放些 赶快把它扫除 所以我们今天学大乘佛法的人 特别是我们出发心的人 特别是我们出发心的人 要记得 你要学地藏王菩萨 那样的精神 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放下你的自私自利 去利益一切众生 要把明文立养一切享受 统统奉献给一切众生 那你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 而且你这个福报 永远永远享受不完的 无穷无尽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本愿呢 本来都是具有的 你有本愿 你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你有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每一个众生都具有的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要把你的菩提心挖出来 开显出来 处复以众生为利益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每一天 无论早上起来 起床 常常要做一个习惯的动作 是什么呢 怨断一切恶 怨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我们出家的每一个人 都是怕这个怨的 早上起来 盒长都是这样的 晚上睡觉之前 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每天 不断要发这个怨 发什么怨呢 把你的毛病 把你的习气 把你所有的 你的过失 不上的行为 不上的念头 你要通通 要放下 通通要看开 通通你要真的要看破了 你的菩提道上 你的菩提心 慢慢慢慢的 会慢慢走 接近 跟你的自信 那你的今天念佛 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就是讲到 地藏菩萨的本月 好 我们看下面 经 经呢 首先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佛教弟子 对经这个质 能说清楚的人 不多 而且 也不了解 很多人以为我学佛都是要念经 很多人 我学佛都是要念经 早上念一部 晚上念一部 送经的时候 看看佛 佛有没有看着我念经 对不对 送完经的时候 我跟阿弥陀佛报告 阿弥陀佛今天无量送经 读完了 念佛是这样的吗 学佛是这样的吗 不是 不要误会 因为很多人 都是以为认为 学佛都是要来诵经 来念佛 其实呢 诵经的目的 主要性是什么 把这些的教诲 你能不能落实在生活 那就才是诵经 不然的话 你今天所送的经 能够得到利益 那很少了 那其实经这个字 我们看下面 其实啊 经这个字简单的说啊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教科书 教科书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 49年 三百以会 归纳起来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都是称为经 那为什么称为经呢 我们来看下面 因为经啊 在中国啊 古代啊 中国人呢 他的习惯啊 我们一定要学到 啊 佛法 未传到中国之前 中国人呢 对于古圣先贤 的教会都称为经 那比如说 卢家有十三经 道家老子 称为道德经 那这个 我们在这个中国 过去都会看得到 现在都能够看得到 那后来呢 这个释迦牟尼佛啊 他的佛教啊 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人对这个佛法 也是非常的恭敬 也是非常的尊敬 所以同样的道理 也是称为佛所讲的经典 也是称为经 所以卢世道都是一家的 卢家道家佛家 都是称为这些叫做经 这个道理简单 给大家先介绍 那经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经这个字啊 如果从他的原意来讲 他是泛文的 泛文 如果翻成中文啊 叫做 如果 泛文来讲 叫做什么 修多罗 修多罗 为什么呢 修多罗 他的本域啊 是叫做什么 叫做献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佛所讲的鸡 是用什么样来记载 过去佛陀再去 没有纸啊 也没有电脑 都没有 对不对 用什么来记载呢 用这个背影来写的 写完之后 两边打洞 用这个绳子 把它穿起来 如果大家有看看那些古书 像西藏 西藏很多地方 还是用这样的 我们看得到 所以呢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把这个绳子 把它穿起来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但是 我们在中国古代 对这个县的名称呢 它不尊敬 所以 把佛陀所讲的这些的经典 所讲的内容 称为经 所以经典是我们学习的课本 也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里面所记载的 都是一座人生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 都是教我们为人处事之道 都是出名善恶因果 引导我们 怎么样去觉悟 内容就是讲这些的 这个简单 作为一个为大家来介绍 这个经的字的来历 为什么称为它是经 所以经典 不仅仅是念念而已 那我们该怎么办 念过之后 你要好好学习 要明了 又录制在生活中 这个叫做什么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大致的内容 所以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体 你想一想 这个只是一种大致 内容的主要性 作为给大家来介绍 只是介绍这个经体而已 你看我们讲了多长的时间 讲了很长 还没证入它里面的经典 那我们那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最后来介绍给大家 做一个明了 这个经体大致呢 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讲起地藏菩萨 救度苦难众生的鸿生试炼 因此 为主要的内容 就是广泛的延伸 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 了解这位菩萨的精神 不可适宜的 连续到什么呢 连续到一切法门的修学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门 有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饶着这个地藏菩萨为中心 都是依照地藏菩萨本愿为代表 依这个法门为基础 连净土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一切法门离开这个基础 没有能够成就的 这个我们道理一定要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先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经体 先了解地藏王菩萨 他对我们说佛世界的众生的关系 我们学佛要用什么样的精神 我们学佛要用什么样的能力 把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发出来 都是这个原因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你能有成就 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 不能不认真学习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个是简单来为大家介绍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体 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听懂吗 所以你要想一想 每一位菩萨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落实 地藏王菩萨的孝敬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文书施力菩萨的智慧 普贤菩萨的行使 我们必须要落实在生活 好 我们看下面 那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 总共有13品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介入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第一品 先来为大家介绍 地藏菩萨本愿经内容 总共有13品 每一品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精彩 所讲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精彩 都是跟我们这个烦恼 习气 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当我们面对种种的这些的琐事 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精神来面对 而且内容都是教我们什么 导致我们去成佛道的这个道理 所以这些布经是大乘佛法的经典 我们看下面 那每一品都是针对性的一些教诲 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一些重要性的 这个内容的13品的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 从第一品 刀立天公 神通品第一 分身集会品第二 这两品是讲什么呢 它的主要性是讲什么呢 都是为我们介绍 介绍什么 介绍能化之主 什么叫做能化之主 能是指有能力的 有能力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 有能力教化众生离苦得乐 了生死超越六道轮回的法主 那这个法主是谁呢 这个法主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王菩萨第一品一开端 都是介绍谁 介绍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两品都是介绍 这一次的法会的主要代表人 就是地藏王菩萨 就是地藏王菩萨 他有什么样的愿力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介绍他 地藏王菩萨 做何行立何愿 而能成就不失一失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然后对这位菩萨能够生起坚定的信心 就是第一品第二品的 为我们介绍这个道理的 所以第一品呢 谁来发起的呢 文书是利菩萨来发起的 请教释迦牟尼佛 地藏王菩萨过去 是怎么样修行的 是怎么样的发愿的 为什么这位菩萨的功德 五亮节以来都称赞不完的 释迦牟尼佛 请您老人家为我们说明 为这个末法的时代 为未来的这个时代 将来遇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将来遇到这个地藏菩萨 才会产生严重的误会 让他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 对这一位菩萨的慈悲 愿力不可思议的 这个就是文书是利菩萨 在第一品里面发起来问释迦牟尼佛 等于来代表我们来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才开始来为我们介绍 谁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每一品很多都是不同菩萨来发起 问释迦牟尼佛 请教释迦牟尼佛 地藏王菩萨是谁 这个是第一品第二品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从第一品第二品先介绍能化之主 那第三品第四品第五品呢 是讲地藏王菩萨什么呢 所化之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化的众生 是哪一类的众生 第三第四第五 他所教化的众生 是哪一类 那比如说 还没笑到的赶快笑到 对三宝的不恭敬 赶快回头过来 赶快恭敬 对父母没有恭敬的心 赶快回来 恭敬父母 孝顺父母 对老师不尊敬 赶快回头过来 你要孝顺 恭敬老师 对英国的教育 不相信 赶快回头过来 你要相信英国 都是在内容的里面 第三第四第五 都是讲这个精神 所讲的 所度的是哪一类的众生 都是讲这类的众生 而且不容易度 真的不容易度 真的 像我以前 有一到一个人 你跟他讲 真的有地狱 他不相信 地狱都是佛 讲一些故事 来让我们 不要做坏事 其实根本都没有地狱 甚至于有时候 你看你佛教里面 介绍什么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的庄园 到西方极乐世界 死亦有乐 没有苦 都是骗故事的 你看 这样的众生 你明明知道 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不能接受 那怎么办 你叫他来念阿弥陀佛 你跟他说 这个是什么时代 还在念阿弥陀佛 你叫他说 你要西方极乐世界 你跟他讲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你证明给我看啊 你看 你看我现在装身好难度啊 真的耶 跟你拐腕抹脚 跟你唱烦调 现在很难耶 所以真的佛 无法度那些 但佛没有言的 佛度无言人 真的耶 所以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他的内容 都是告诉我们 地藏王菩萨 真的不可思议 他所教化的众生 这一类的众生 都是非常的刚强 非常的顽固 非常造的业 非常自大的人 业障深重的人 像这一类的众生 地藏王菩萨 都是想尽办法 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那第六 第七 第八 是讲什么呢 他的内容呢 下个星期 再来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 今天 这个 把简单 这个地藏菩萨 这个经体的内容 来为大家介绍 因为师父等一下 九点 要开会 跟我们印尼的 这个生团 要开会 所以 地藏菩萨 北院经 今天 就简单的 为大家介绍 前面的第一品 第二品 刚才也为大家 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那我们下个星期 再来为大家来讲一讲 第六 第七 第八 到第十三品的内容 总共主要性的是讲什么 然后呢 再来慢慢的 从第一品 经文 我们开始 来学习 介绍 地藏 菩萨 本院经 今天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祝大家 身体健康 祝大家 老实念佛 祝大家 祝大家 祝祝平安 阿弥陀佛